同學們上課囉 哈囉大家好我是Bonnie 大家暑假都是怎麼過的呢 是不是已經躺在床上追劇 追到Netflix跟Disney Plus的劇都看完了 不知道要做什麼了呢 Bonnie推薦大家一個暑假的好去處 就是玩實境解謎 聽到實境解謎大家應該最熟悉的 就是第一個會想到的就是密室逃脫 那密室逃脫應該不需要介紹了 就是把你關在一個房間裡 然後你要在40分鐘或一個小時之內 想辦法自己逃出來 但是實境解謎其實不是只有密室逃脫這種形式 像是劇本殺也是實境解謎的一種 那劇本殺在台灣比較少 但是如果有機會的話 推薦大家可以去玩一下 那它其實很簡單 你也可以直接找你的朋友 然後上網買劇本就可以玩了 就是很推我覺得很好玩 但是說到底密室逃脫跟劇本殺都還是室內的 如果因為現在疫情很嚴重 大家不想要關在室內的話 還有一個選擇 就是你可以去玩戶外的實境解謎 就是在程式中的實境解謎 那在程式中的實境解謎 跟密室逃脫比較不一樣的是 密室逃脫呢它會 你就是被關在裡面嘛 然後你想辦法在那個密室裡面啊 解出各種機關上面的謎題 然後要找到密碼 然後輸入密碼 然後你可能就可以逃到下一間 那程式中的實境解謎呢 就是你會真的跑到一個現實中存在的地點 比如說新竹的城隍廟啊 木柵動物園啊 或者是淡水老街 那在這個地方 開始你的解謎遊戲 那你會觀察這個 程式裡面比較特色的建築 它建築上的花紋啊 或是一些知名的地標上面的特徵 然後來解出你手中的道具上面的謎題 像是淡水這顆知名的石頭 然後它在劇情裡就跟你說 因為你搬不走 所以呢就化為你手中的道具 但你還是實際上要到現場看這顆石頭 然後根據上面的紋路 才能解出你手上這個道具裡面的謎題 那如果你是選密室逃脫或劇本上的話 當然它是夏天嘛 就是可以在室內吹冷氣 但戶外的實境解謎也有好處 就是你可以邊散步邊吃東西邊玩 那而且是沒有時間壓力的 就是你玩一玩累了 你就找個咖啡廳 或者是什麼冰店啊 坐下來吃個冰 然後你再繼續玩 很適合情侶去約會 或者是新手爸媽要遛小孩 那當然兩三個朋友 如果你們本來就約好要去那個地方玩 但是逛個淡水老街 你可以逛了好幾次了 那就可以增加一點動腦的環節 那其實這些密室逃脫實境解謎 就是寶妮玩了超多家的 就玩過很多這種遊戲 然後我今年五月的時候 跑去玩了 蹦世界的再會護衛 那就在我發影片跟大家分享的 當天晚上 IG又推廣告給我 說他們出了續集 所以這次呢 就是又跑去玩了第二集 那這第二集 它其實跟第一集的故事 就是沒有一定要你玩過第一集 才能玩第二集 而且第二集跟第一集的形式不太一樣 它這個續作呢 是沒有NPC的 就你是可以隨時出發的 所以有解決上一次那一集 我說就是你會聽到其他玩家的解謎過程 這個缺點 你就是自己出發 然後你跟人家時間不一樣 你就不會遇到其他玩家 然後這一次的這個續集呢 我覺得有一個很棒很棒的優點 就是它的這個盒子 超好用的 這是硬的 然後超好背的 就很方便 我就把什麼帽子啊 防曬啊 筆啊 全部都放在裡面 然後在玩的時候 有遇到其他家的玩家 他們都很興奮的跑來玩說 欸你們這是哪一家的 想要玩 這樣 我覺得這包真的是很棒 剛才除了玩那個遊戲之外 平常也可以使用 可以收作業什麼的 放麥克風 背去上課 那這一次這個續作的難度 我覺得很棒 就是很適合兩三個朋友啊 或者是情侶 可以悠閒的一邊看海 一邊散步一邊吃冰 一邊玩 或者是親子也很適合 你可以就是帶著小孩去放電 然後他們在那邊公園跑 就是沿途會經過好幾個公園 那邊公園放電 然後你可以一邊解謎 那這一次的遊戲的路程 也比上一次的遠 最遠會走到真理大學 那不知道是不是因為我上次發影片之前 就是 就查了一些關於這個 護衛淡水的資料 所以呢 就臉書就一直推這類的廣告給我 那我在第二集出發之前 我就剛好看到一個 介紹淡水美食的文章 那我發現這個文章跟 我們遊戲路線完全是重疊的 最遠走到真理大學 然後就會經過那個很有名的冰店 只是後來我沒有進去 因為人實在是太多了 那那個美食剛好跟 遊戲路線是吻合的 所以就是 沿路有很多好吃的東西 所以很推薦大家 如果暑假不知道去哪裡的話 可以去淡水走走 玩玩這個 在Bone世界的再會戶尾第二集 那我上次發影片的那一天 剛好是這個 預購的最後一天 早鳥優惠的最後一天 所以我就趕快跑去問了 Bone世界 還好Bone世界也是很大方 他們說如果是寶妮的粉絲的話 只要在購買的時候 輸入bonnie B-O-N-N-I-E 就可以享有2到4個人折100 然後5到8個人折200的折扣 那我們今天就分享到這裡 下課囉掰掰